老婆连生两女儿 丈夫记得挥刀自宫 谁应担责 我 你们觉得到底是生男儿好 还是生女儿好 这是一个真事 之前的福建泉州 一个36岁的男子阿勇 酒后 挥刀自宫 连续两次 直接砍掉了三公分 他把家人的吓坏了 赶紧拨打了击鼓电话 并且妻子呢 紧急将阿勇切掉的部分 装进了保鲜袋 放进了冰箱里 一个字 绝 令人一想不到的是 在被送去医院救治时 阿勇却拒绝治疗 今晚他已经疼的 神智不清了 但嘴也仍然不停的念叨 要也没用 不要紧了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呢 阿勇一直想要一个儿子 但老婆连续生了两个孩子 都是女儿 这阿勇以为是自己的问题呢 就非常的伤心 甚至是羞愧 某一次朋友聚会时呢 也遭到了朋友们的嘲笑 酒后的阿勇呢 一激动 一跺脚 都痛下来很熟 那问题来了 谁应担责呢 首先 老婆肯定是没责任的 生男生女 老婆一个人也决定不了 而且重男生女 养儿房老这种思想 本来也是传统糟粕思想 我就觉得 小喵也挺好 那这些所谓的朋友 有责任吗 其实是有责任的 本身阿勇就非常在意这件事 他们还去嘲讽 嘲讽完了 阿勇马上就砍了 hello 梁洋哲很明显存在因果关系 尽管阿勇作为成年人 自己也应当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但这些损友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好在 最后呢 医生又给阿勇 揭上了 一定表示如果恢复到 不会影响今后的生活 但是心理上的阴影 就需要他自己不断去克服 最后侯律师也提醒他讲 这生男生都一样 他都是自己的宝 另外 教育要慎重 几日的暖阳营消息 河满的水灯过河里 往事引在了回忆里 有一个咖啡一支 昨天二十一 后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